在工作会议上,就有科学家完成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发表讲话,请看报道。 江泽民说,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工程,它对于人类认识自身,推动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制药产业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经过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工作框架图已经汇救,这是该计划实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人类基因组序列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应该用来为全人类造福。 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中国政府共同支持的国际公共领域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中,中国承担了该计划的一些工作。 我向我国参与这一工作并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国际上参与这一研究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希望我国科学家再接再厉,为人类基因组最终序列图的完成,为我国在功能基因组学中的创新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感谢! 感谢观看